香港在過去兩年幾經波折 國際政治張力損害了出口和市場氣氛 暴力衝擊危害了社會的穩定和安全 疫情讓整個社會和經濟承受多一重的壓力 去年本港經濟負增長6.1% 最新失業率升到7% 特區政府合共投入了近3,000億元提供支援 希望能夠發揮穩經濟輸民困的作用 然而這個亦都認到財政赤字升到歷史最高 目前疫情仍然揮之不去 經濟還未走出衰退 當務之急是壓止疫情全速推進疫苗接種計劃 讓市民的生活和工商百業早日回復正軌 並且盡快安全地恢復和內地和國際間的商戶通還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重點是穩經濟輸民困 透過超過1,200億元的逆週期措施 緩解經濟下行和疫情打擊帶來的痛感和壓力 發揮資源運用的槓桿效應 盡力讓市民、打工仔和企業都受惠 同樣重要的是 找緊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新趨勢 策略性地在關鍵的環節 加強政策引導、趣思配合和資源投放 讓香港的產業發展更豐富、多元和互動 並且增添新的動力 好的,謝謝